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今天会为大家讲解HKDSE SamplePaper1数学科必修部分的第10条 麻烦你看看这个版权的信息,然后再下来,麻烦你看看我教授想你知的information OK,大家真的有份卷在手,这条题目第10条其实都挺吊诡的,因为它其实做的方法呢,如果数理如果你明白的话是非常之简单的,尤其我讲到B1的部分 那么大家留意,B1的部分我写出来就是一个用代数形式解的,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浅一步的形式,浅一个数学知识就是只要识除发算息,我们都可以过关的了 甚至乎如果你对除发是熟的话呢,甚至乎除发算息,你不需要听那些东西,你都有机会做到的 好,看A part先,A part很简单,两个多项色相除 OK,那我也要做一个长除法,5X3的多项色,或者这个三次多项色就是被除色,而X2的二次多项色就是除色 那我们怎么去除呢?其实玩法就是永远都是想消掉最顶头的那一项 被除色最顶头的那一项,看着,现在我要消掉5X3,怎么办呢? 只要乘了个除色5X3,会产生了5X3,加10X2,减15X,透过双减就会消掉5X3那一项 接下来我们就要消掉2X2那一项,那乘以2我会产生了一个2X2,加4X,减6,然后剩下的就是如释 你不要跟我说,我再乘以1overX,听清楚了,1overX就是X的负1次方 根据多项色的定义,每一个多项色,它的每一项的指数,它一定要是正指数,而且要大过0 OK,小过0或者非整数的,我们都拜拜的了,它就不是多项色了,所以来到这里我们就会除完 好了,那接下来,我当然是写好一点给你看,那个被除色,除以除色,就会等于双色,还有余色在根尾的 OK,所以这个双色,那个conclusion双色就是2X加,sorry,5X加2 去到第二部分这一条,第二部分呢,如果你看它的题目呢,它就说,有个GX呢 当这个GX就减走了AX加B,就会刚刚好被整除得到的 那原则上呢,你看看我们A part的答案呢 现在手头上,我有那个被除色,5X3加12X2-9X-7呢 只要我们把这个档案式减走了2X-1呢,它一定是被被除色,sorry,是被除色X2加2X-3整除得到的 为什么?你试一下写出来,你就会明白了 那个玩法就像我以下来说的话 20除6,是不是除不准啊? 20除6,是不是剩下2啊? 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写一个长除出来呢,就会是20除6,那6-3是18,20-18就会剩下2了 那如果你一早把这个2减走了,20-2,是不是就刚好除得了? 不信,再来那个30除7,是笨 30除7,又是正义,正义好像不是很好啊 有没有好玩点的呢?想一想吧 24除5,24除5,是不是剩下4呢? 只要你扣掉了4,24-4就会给5剩下4 OK,那其实呢,那个number都很枯知要出的了 A就是2,B就是-1来的,行不行? 我们只需要将那个余数啊,从那个被除数里面减走了它呢? 那,原先不能够整除的呢? 现在也能整除了,行不行? 不明白啊?不明白就有用这个方法了 不明白就要做回,用这个恩识定理,或者这个余式定理 那这次我们要迫着用余式定理,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或者是恩识定理,那就余些了 那来啦,那反正也是啦 如果透过这个,这个方法我觉得是较烦的 咦,其实是B来的,等一下 有没有写了A呢? 好,不好意思啊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特别呢? 竟然看到这个画面 Continue OK 好,那再看回 我们会用恩识定理去做的 如果是做的话呢,其实牵涉上的恩识定理的做法 比较复杂些 但也有一样可处的事情 就是学多样东西的 excuse me 这样看看啦 32除8是整除啦 如果可以的话呢,它的恩字 比如32除4,32除2,两个都会出现了整除的 行不行? 这个呢,也是关于分饼仔事的 但由于这个画面我这样讲呢 未必讲得那么仔细的 所以呢,你知道了这个知识呢 就回去拿其他项目试一下 例如 将 360 去除以36 接着呢 360除36 当然是整除啦 接着你想一下36有什么恩子 你逐个逐个试 这个360都必然给它整除的 OK 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根据来恩识定理就会出现了 如果GX可以给多汗色X2加2X-3整除的话呢 那X-1都可以整除GX 或者是GX可以给X加3整除 因为X-1X加3正正就是X2加2X-3的因子啦 接着透过这一个的恩识定理呢 我们就会出现了两条多汗色X2 那当然啦 这两个的多汗色X2它其实是联纳方程来的 或者出现了两条的方程 不是出现了两个多汗色X2 是出现了两个方程X2 这两个方程X2是联纳方程来的 你按计算机啦,入式搞定它X2 你计算机能够联纳方程 那你真的要走上网挂一挂 你计算机能够联纳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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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这样就完成了 正如我所说 那个除出来的A一定是2 B一定是-1 正正就是应回我这一条 刚才我说的东西来的 只要把原先的多汗色扣走余数的话 必定是出现了整除的局面 OK,那当然啦 现在我这样解释了就非常清晰了 好了,看看C啦 C叫你解方程,他叫你解GX 解GX 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些数理来说 我们刚才那个数学关系 比如说被除息 除以这个2X加2X-3 就会出现了双色和鱼色 透过除发算式可以写成 把原先多汗色写出来的 那都说了 只要我们将那个余数掃走它 例如 看不见我现在的A arrow 或者Mouse的箭嘴指住了 我左右手减了2X-1 即是掃走余数的一个动作 必定会出现一个整除局面 原则上呢,如果你对这个 被除息 掃走余数 就会出现整除 这一句说话 你现在这一刻理解的话 这条数据做得这么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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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说 你又做了 其实我都量了很久 这条数据 怎样可以令到你去理解呢 我其实想着只是只购买数字 不过想想想 反正都还有东西说的 例如说32除8 就是整除 这一个概念 我很想推给你听 那就出现了两条色 就是透过这个音色定理 出现了两条的 等式 你可以拿两条等式去计算 我觉得挺有趣 那我也要说的 还有刚才我说的 将那个被除息 掃走余数 就会出现整除 这条数据说 我现在没什么信心 可能迟这个功力好些 的话就会说得比较好些 不过这条数据来到这条 都是要计算了 这条数据做了 这条数据很多东西看的 这条数据 你要用algebraic的 即是用代数形式的方法 去处理完 我们就全都做了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什么叫做数学呢 数学呢 就是用最小的知识 去应付最多的问题 或者最深的问题 闊度和深度 我们都顾及到的那些 那些叫做数学 我觉得如果大家不用 用这个恩识定理 只是单靠这句说话 我再说一次 将那个被除息 掃走余数 就出现整除这句说话 如果大家是吸收到的话 B part的部分可以免掉 甚至乎C part 你一达 解的位置的解答 我会觉得这样就是数学 你的数学收维这样才高 Anyway 什么叫做好的数学收维呢 这个是非常真论性的 但是你记住 数学 那时候当然很美妙 很多变化 但是数学考试 是另一样东西 我再重申一次 数学考试 不是考你懂多少 考你答到多少 所以 You should keep an eye open 你一定要睁开你的眼 看完every possible way 就是every possible way 去解决同一个problem This is multiple thinking 多角度思考 好 实在又是说多了 有问题的 Send给我 记住 如果是手抄的 我不会理解你的 最好就是 在书上的题目 那你Send给我 我看看懂得做的 我就会 出回Solution Email回给你 以后Facebook交收 更加方便 好 多谢大家收听 Mr.Edmondso Goodbye class Bye